在國外有幾個科學 尤其是日本 我們亞洲的地震代國家 他做了一個調查 請問各位貴賓 哪一個國家的居民對地震的反應度 就是耐震度是最強的 日本 日本喔 還有沒有 問你為什麼會受日本 很奇怪 10個人有9.5個人會受日本 因為日本是地震國家 錯 所謂耐震度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震到第幾級才會緊張 日本喔 大地震常常有 他們非常緊張 這個調查後來發現 日本在3.8度開始往外衝 我們台灣人4.2度不在不在 你跟他講有地震 他會說 4.2級我們台灣人才會緊張 不要說4級我們還不緊張 你注意看喔 現在如果講說昨天4級 你打開窗戶有能往外衝嗎 嗯 現在不會衝了 以前會啊 現在不會啊 以前3點多度啊 好 我們已經進入了硬仰海的停熱場 待會到的時候請各位貴賓 下車上秀間 人全部出來 開始帶著各位貴賓走步道 請你防曬 你要不要帶你自己的水 自己決定 來我們在這邊 我等一下跟你報告一下 我們10點30分 回到車上來 10點30分 回到車上來 這樣OK嗎 嗯 好 要走路上去喔 如果你覺得你腿有問題 不想走的 那只好讓你自己在附近 去看一看 不要過馬路啦 在這邊看陰陽海 我們等一下會帶你走陰陽海 就可以看到陰陽海 怎麼興趣 我會簡單的介紹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 你就跟著我 我就會跟你做介紹 如果你來過要自己逛也可以 不管如何 10點30分 回到遊覽車上來 這樣OK嗎 好 後面的貴賓家有聽到嗎 好